馬上是… UNICE, 之前大家學習了 三種集中趨勢的量度 溫故知新, 不如你講一下哪些三種 三種集中趨勢的量度 就是宣述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 這裡有一組數據 就是十位同學們測驗的成績 不如我們就用這組數據 來複雜一下集中趨勢的量度吧 如果我說他們平均有65分 表現不錯 按你這麼說 你就是用了算術平均數 去描述和評價這十位同學的成績 如果我說在十位同學當中 有一半同學的成績是69分或以上 表現不錯 根據你的說法 你是用中位數去描述和評價這十位同學的成績 如果我說在十位同學當中 有三個人的成績是80分 表現不錯 那你就用了中數去描述和評價這十位同學的成績 Yunice, 你又可不可以說出 在什麼情況下 用哪一個集中趨勢會比較適合呢 在日常生活中 對面平均數是最常用到的集中趨勢量度 例如一群人外出吃飯 這樣配合錢 每人付多少錢 這個就是平均數了 還有, 在一般的情況下 我們還可以利用平均數 去還原總數 甚至找出個別數據 看看這個例子 這裡有五個正整數 他們的平均數和中位數都是6 重數是9 現在要找出整組數據 知道平均數是6 整組有五個數據 總數就是30 這組數據全部都是正整數 所以, 其餘兩個未知的數據是2和4 或者是1和5 由於計算平均數 是要考慮到全組數據 當出現有少數極端數值的數據 平均數就會傾向有極端數值改一邊 在這個情況下 用平均數去反映整體數據的集中趨勢 就不太適合了 在這個情況下, 應該用什麼平均值呢 用中位數 我們最常接觸到的有 工資中位數, 家庭入息中位數 因為在家庭收入, 薪金、租金 這些數據裡面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極端數值 這樣計算出來的平均數 是會接近極端值的一邊 用距離表示整體集中趨勢 就會造成誤導 我們現在又看看下一組數據 來吧 當中有一個極端數據, 零 令到平均數小過大部分數據 平均數並不是最適合的平均值 中數十三是全組最大的值 大過大部分數據 也不是最適合的平均值 所以在這組數據 中位數是最適合的平均值 那麼中數或中數組在甚麼情況下 會比平均數和中位數更適合 做一組數據的平均值呢? 他們特別適合用在一組數據 利用這組數據的其中一項 作為集中趨勢量度 例如一間鞋舖 他們的不同尺碼的銷量 就會用中數去做他們的平均值 即是最多人需求的尺碼 這樣才有參考意義的 這裡是一些市民的血型分布數據 究竟哪一種的集中趨勢量度 是最適合去表示這些數據呢? 當然是中數 因為我們只需要知道 最多人是甚麼血型 如果用平均數或中位數 去代表這些數據的集中趨勢 都是沒意思的 討論過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 在哪些特殊情況的應用 不如我們再總結一下他們的特點吧 好 平均數是會受單一極端數據影響 而且它是唯一的數值 它需要用所有的數據來計算它的值 而中位數,它是唯一的數值 中數,它必定是該組數據的 其中一項 它也可能不存在 也可由直觀求得 說起集中趨勢的量度 如果一組數據出現了一些變化 那麼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 會不會也會有一些改變呢 那當然會有改變 不如我們討論一下 這些新的和原來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會有甚麼不同 還有,我們可否歸納到一些方法 可以很有效地找出這些數值呢 那不如我們嘗試用數據來做個實驗 看看結果可否歸納到結論 這組數據有七項 和原來的數據分佈是一模一樣 只是整體向右移了五個單位 因為每項數據都加了五 UNICE,那你又看到 新的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 和原來的數值有甚麼關係呢 利用一般式的推演 我們可以推論到 如果一組數據 每一項都加上一個相同的常數K 平均數都會加上這個相同的常數K 至於中位數和中數呢 都會加上這個相同的常數K 如果一組數據的每一項都乘以一個常數K 那究竟新的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 又會是怎樣呢 用回剛才七項的原始數據 這次每項數據乘以五 那麼新的數據就是這樣 由於數據有所改變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是三十 中位數是二十五 中數是二十五 將已經乘以五的新數據 繪畫在數線上是這樣的 由於每一項數據都乘以五 那麼究竟新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 和原來數值又有甚麼關係呢 由於每一項數據都乘以一個相同的常數K 那麼平均數都會乘以這個相同的常數K 至於中位數和中數呢 亦都會乘以這個相同的相同的常數K 又好像一組員工的薪酬 按照一個相同的百分率增加 那麼即是每一項數據乘以一個常數 亦即是新的平均值都是乘以一個常數K 還有沒有數據上的變化會令到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會有變化呢 當然有啦 首先我們在一組數據上刪除一個數據 再看看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的變化 假如刪除一個數據 那個數據本身的特性 是會直接影響新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的結果的 是呀 首先看看它對於平均數有甚麼影響 第一個情況就是刪除的數據比平均數小 在這一組數據上,平均數是6 如果我刪除2這一項 2比平均數6小 這一組數據就只有6項 新的平均數就是6.67 中位數是6.5 中數是5 而第二個情況就是刪除的數據比平均數大 在這一組數據上,平均數是6 如果我刪除10這一項 10比平均數6大 這一組數據只剩下6項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是5.33 中位數是5 中數都是5 得出的結論是 如果在一組數據裡面刪除其中一項 而這一項被刪除的數據是比平均數小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會增加 相反,如果這一項被刪除的數據比平均數大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會減少 那麼Yunice,如果在一組數據裡面刪除其中一項 對於中位數的影響又會是怎樣呢 假設第一個情況就是刪除的數據是比中位數小 看看這一組數據 中位數是32 如果我刪除24這一項 24比中位數32是小的 這組數據只剩下9項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是32.89 中位數仍然是32 中數都是32 至於第二個情況 是刪除的數據比中位數大 看看這組數據 如果我刪除44這一項 44比中位數32是大的 這組數據只剩下9項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是30.67 中位數仍然是32 中數都是32 那麼看上來 刪除一項的數據 對於中位數好像沒有什麼影響而已 當然不是了 只是在這一組數據裡 看不到有什麼影響而已 但是在其他組數據就有可能有變化了 你試試利用以下這一組數據 刪除一項數據之後 再判斷一下新的中位數的變化 如果在這一組數據上刪除3 中位數就是6.5 如果刪除9 中位數就是4 那看完有什麼結論呢 結論是… 如果從一組數據裡面刪除其中一項 而這一項被刪除的數據比中位數小 那新的中位數就會增加或者不變 相反,如果這一項被刪除的數據比中位數大 那新的中位數就會減少或者不變 還有,如果刪除的數據不是中數的話 那中數就不會改變了 Yunice,又換另一個情況來說 如果在一組數據裡面加入一項數據 對於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會有什麼影響呢 然後再用這七項數據 用這七項數據 如果增加4這項 4比平均數6是小的 這組數據變成有8項 那新的平均數就是5.75 中位數是5 中數都是5 但是如果增加14這項呢 14比平均數6是大的 這組數據變成有8項 那新的平均數就是7 中位數是6.5 中數就是5 得出的結論是 如果從一組數據裡面增加一項 而增加的數據比平均數小 新的平均數就會減少 相反,如果增加的數據比平均數大 新的平均數就會增加 新的平均數就會增加 那如果加入那項數據是0呢 首先,看看剛才那組所有數據是正數的例子 如果增加0這項 0比平均數小 現在這組數據就有8項 那新的平均數就是5.25 中位數是5 中數都是5 如果從一組全部是正數的數據裡面 增加0這項 那新的平均數就會減少 而新的中位數就會減少或者不變 那新的中數呢 也會不變的 然後我們看看這組所有數據都是負數的例子 如果增加0這項 0比平均數大 這組數據就有8項 新的平均數就是-5.25 中位數都是-5 中數都是-5 如果從一組全部是負數的數據裡面 增加0這一項 那新的平均數就會增加 新的中位數會增加或者不變 新的中數也都會不變 剛才引用的例子裡面 數據有全部是正數或者全部是負數 那如果一組數據包含正數 0和負數 對於集中趨勢又有甚麼影響呢 你所提出的問題 不如就留給大家去探討吧 只要能夠利用例子列出相關的損失 那就可以得出 去看 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